大家好啊 11点不是11点 13点50了 1点50了 给大家看看啊 潘石屹 你看这个潘石屹啊 也净说实话了 是吧 潘石屹 其实潘石屹 是从甘肃的天水 他们家原来是天水城里人 他爸可能是个小干部吧 是个教师啊 还是个基层干部 好像反右啊 还是哪次运动 给他们家给整了 给轰到农村去了 所以这个 这个中国这个历次的政治运动啊 这个正反呀 反右啊 三反五反呀 四清啊 社教啊 文革呀 反对资产基地自由化呀 粉碎四人帮啊 批林批孔啊 批林批孔批周公啊 八九六四啊 是吧 什么这个不准忘义 谁谁谁吧 这个part party of center 是吧 党中央是这么说吗 各种的运动啊 最近什么政法 公检法系统 又要搞延安整风式的整风 又抓了很多很多的公检法 该不该抓 都该抓 但是给社会造成了大量的动乱 让中国人彼此之间仇恨 猜忌 怀疑 分裂 不团结 社会像碎片化 原子化 一盘散沙 对吧 而且很多人无辜受害 可能反右的时候你就说了一句话 一开始让你大明大放 后来说是引蛇出洞 啊 一开始说是可以随便的发言 后来又说这是向党疯狂进攻 是吧 你毛泽东本人他就说话不算话 那毫无信誉 对吧 然后翻手为云 覆手为语 就把无数的人的命运 是吧 就玩弄于鼓掌之上 这个潘石一小的时候就给轰到农村去了 这种人到了农村 也是当地人也提示你 也没人敢跟你接近 是吧 谁要对你表现出同情来 可能下一个被整肃的 被收拾的 就是他本人 是吧 潘石一后来上大学了 上大学后来在廊房吧 河北廊房好像是 廊房那个石油部管道局 应该是在那儿啊 也可能在六部坎 六部坎的石油部机关也待过 他回忆过 说有一个年轻姑娘 那会儿跟他帮着那个女的刚来 说挑选那个办公桌办公椅 然后那个那女的到那个库房 挑挑拣拣了半天 潘石一就问他说你干嘛这么仔细啊 然后那女的说 说我当然要仔细点挑了 说这张桌子 这把椅子 我可能要做一辈子 是吧 然后潘石一就下决心 是吧 这个他是一条龙 他不能捞在水池里 是吧 所以就脱离那环境了 下海了 后来有好多人说他什么跟着冯伦啊 跟着谁谁谁啊 是吧 他到那个 还有那个谁呢 叫王什么 一个吉林的 我忘他名字了 是吧 什么什么万通五君子是什么 说到海南去炒房啊 等等的 说那个潘石一还给人送礼 是吧 第一个两斤橘子 买点烟 抄了一些东西 后来发现房子瘀了 赶紧把房卖了 是房还是地啊 然后后来又来北京 这当中他的第一桶金 是吧 这个原始积累 就包括后来挣钱 是吧 有没有问题啊 一定有问题 因为在中国很多的政策 法规都是模糊的 都给这个所谓聪明人留下空间的 留有后门的 也是一个灰色地带 对吧 潘石一之前也有婚姻 也有婚姻 好像有一个女儿吧 后来离了 后来找的那个 从美国华尔街回来的吧 搞投资银行的 投行混过的张鑫吧 张鑫好像是河南人 这个潘石一有一次讲话挺逗的 说那个 说张鑫跟他说 说你打呼噜的声音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说张鑫原来也有男朋友 这个也不奇怪 是吧 说他打呼噜的声音跟别人不一样 这潘石一还给说出来 有的时候潘石一看着就挺猥琐的 挺傻的 但实际上他是那种典型的叫什么 叫满脸猪像 满脸猪像 长得跟头猪似的 呆头呆脑的 心里聊两 心里边明白 是吧 就有这种人 就看着傻傻呵呵的 实际上特聪明 是吧 你看他跟一个包公头似的 实际上鬼的狠 而且潘石一 是吧 给哈佛吧 好像一捐就捐了一个亿美金 他也不给中国的大学捐 他就是中国的大学出来的 他知道中国的 是吧 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来什么多少人才 好像那个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 伊藤博文吧 好像跟这个李鸿章说过 说不管天才 地才 到了贵国 都是奴才 是吧 晚清如此 是吧 到了现在依然如此 不管天才 地才 在中国 都得变成奴才 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剧 所以潘石一 给哈佛捐呀 当然也有人说了 说他捐这一亿美金 因为哈佛是可以根据你捐款多少 然后你可以安排多少 是个学生 然后又说是潘石一 替那些权贵 因为有些人帮着潘石一 挣钱 是吧 给那些权贵的子女进入哈佛之类的 这种美国的名校啊 这个铺路 拿金钱 开路 这个可能性也存在 也存在 什么事 在中国都不奇怪 都可能发生 是吧 反正潘石一 前几年也在电视上抱怨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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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几个亲戚 朋友 原来老的发小之类的 老熟人 从小就认识的人 跟我借了几百万 有那么三五个人 最后我就不还了 不还之后 说连个电话过年也不给我打 这个就不理我了 他 他很伤心 这类似情况我也遇见过 我没有潘石一那么有钱 我也曾经信任过朋友 借给别人钱 到最后也不给你 这吧 这种不守信誉的人 在中国比比皆是 你有什么办法吗 也没办法 我个人对潘石一 是有一定程度的感谢 是吧 为什么我这么说呀 潘石一到我们旺京去投资了 然后搞了一个旺京SOHO 那之前 那个大院子 他不是旺京SOHO 是三栋楼吧 都是那种 跟那个朝阳门的SOHO 建国门外的SOHO 不都是系列的吗 搞得像那个宇宙飞船呀 飞碟呀 UFO啊 台湾叫幽福啊 差不多 好像是三栋楼 之前那个 好大一片 都用那个砖墙 围着啊 都长了好多荒草 后来感情是潘石一 短的地 他给建好之后 吸引了很多公司 在他那租房子也好 买房子也好 在那入住 起码几千个就业机会 就那一片都堵车了 最关键的是 潘石一搞了这个之后 阿里巴巴 马云也去了 然后什么绿地 什么保利 先后在我们那一片投资 他确实把我们望京的房价 给涨起来了 是吧 所以 是吧 我的资产里边 至少一两百万 两三百万人民币 是 是潘石一带给我的 对吧 咱们说的实话 至于什么 他跟这个住建委的 住建部的 规划委的 什么提高容积率 一层挣多少钱 你像郭文贵说的 是吧 那个郭老七不是说吗 那他郭老七 爆料马云 爆料这个这个潘石一 说跟什么 有一个黄的 姓黄的女的副部长 他们勾着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相信可 这种这种可能性相当的大 但是是吧 他们这些大人物 来争来争去 是吧 我们是 我们只能在旁边看着 但是实实在在的说 潘石一在旺京投资 应该说我们旺京 旺京起码也二三十万人吧 至少都受益了 是吧 应该说都受益了 受益的还有那些开滴滴的司机 天天跟着那接活就接不完 我也开过滴滴啊 那活有的是 是吧 那大量的白领 那小白领 谁还走路啊 都打车 尤其是一开始 滴滴公司烧钱 那滴滴公司又谁搞的呀 那不是柳青吗 那又是柳传志的女儿 其实上层这些人 他们都勾着 是吧 这个郭文贵确实是被人家踢出来了 他的后台还不是顶层的 不够硬 是吧 你看他说的比较靠谱的 他的后台就是那个谁 就是那个叫什么 那个那个 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马剑 再往上他说不出谁来了 就基本上他也就到那了 那马剑也帮郭文贵把很多竞争对手给排除了 有的给人家抓钱了 用各种手段 那当然了 郭文贵的这种手段 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官商勾结 这个很多商人也跟官方勾一块啊 也是这么干的 他不是一个孤立 不是一个单独的孤立的例子 是具有普遍性的 对吧 所以就是中国就是这状况 后来他失败了 郭文贵的靠山垮了 他赶紧就跑出来了 郭文贵不是0717年才跑出来了 好像14年底还是15年底啊 可能14年底就跑出来了 跑在海外沉默了两年 这边也派人 大陆这边官方派人跟他沟通 想让他回去所谓的归案 他能回去吗 他回去对吧 什么下场他不知道吗 但是他的那个什么盘古大酒店 后来不就被人家给 用这个法院查封拍卖等等方式 是吧 当然了 据说有一百多个债主 他原来什么盖楼啊 什么的搞建筑啊 很多人欠他 他欠很多人钱呀 这个在中国大陆也不稀奇 就连我这么一个良油的小批发商 还有人欠我钱呢 是吧 也可以说他们坑我钱呀 对吧 你说郭文贵他的个人的人品有多好 也谈不上 对吧 他跟他们一样 一样一模一样 对吧 但是他最后他爆料 他的爆料也是真真假假 有的是真的 有的不是真的 是吧 但但是他起的作用 他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但是现在郭文贵 郭文贵中间也应该本来能报更多的 他没报 等他想报的时候吧 他那个巅峰期就过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老婆呀 孩子呀 他的资产呀 他老爹老妈呀 他的员工啊 他需要顾虑的因素也挺多的 所以我们也不能不理解他 是吧 至于有人说他现在是骗子 这我也不否认 我也不能否认 我也不能承认 因为我不 我不掺和他的事 是吧 还搞一什么锅币 锅媒体 我不掺和那些事 我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受他影响 还把钱转到境外 有些人就出国呀 什么的 说都是受他影响 我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我没受他影响 我我这个比他爆料早了好几年 我就我就决心离开了 是吧 我按照我自己的节奏 按照我自己的人生的感悟 经验 结论 我来决定我自己的行动 是吧 另外呢 郭文贵在北京的时候 那个我们的朋友 见过他 我们的朋友 他那会儿已经欠好多钱 那个我们的朋友 那个 呃 是宋庄的 宋庄 不是艺术家村吗 说是艺术家村 是好多村 宋庄镇 好多村都有艺术家 啊 那儿的一个艺术家还跟着另外一个朋友 那哥们是做这个就金融的吧 手里有钱 那个去见过郭文贵 就在盘古酒店 盘古七星大酒店 当时郭文贵就想融资 后来那个我们这个艺术家的朋友发现 好像就是郭文贵的那个那个资质吧 还有这个抵押物吧 各方面还是有所欠缺 反正人家吧就在商言商嘛 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 后来没把钱给了郭文贵 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反正你让我说郭文贵是好人坏人 是吧 我没法说 反正当年这个孙中山 孙中山闹革命的时候 也是欠了一批股债 是吧 在海外 也是在海外华侨当中融资 啊 最后啊 到底人家说他是好人坏人啊 有人说他是骗子 后来国内这个辛亥革命成功了 孙中山赶紧收拾收拾行李回国了 后来当了大总统了 实际上武昌起义 是吧 辛亥革命起主要作用的不是孙中山这拨人 好像是跟黄兴关系更密切的一拨人 是吧 而且早年孙中山在这个 在日本的时候吧 据说就嫌疑 他就有嫌疑 他涉嫌就瞇了一些 大家伙共同搞革命的经费 所以后来好像张太炎吧 张太炎跟孙中山就彻底翻脸了 是吧 另外你说孙中山的人品呢 孙中山在日本 他住在一个日本人家里租他们家房吧 他的房东有一个13岁的小女孩 他都看上了 那还是未成年呢 13岁 叫大岳勋 他非要娶人家 是吧 你是 他那会儿已经是三四十岁的人了吧 是吧 当时那个房东没同意 后来过了两三年同意了 那大岳勋就跟他吧 还给他生孩子了呢 现在好像孙中山的外孙就住在日本 是吧 孙中山这个有据可查的老婆 就有五个最早是倪贵珍 后来又有这个宋庆龄 有大岳勋 三个中国人 两个日本人 是吧 那你要按照一个严格的道德标准 你的孙中山尤其是宋庆龄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朋友的女儿啊 人说这个朋友妻不可妻 这是朋友的闺女 难道就可妻吗 中国人讲辈分 这差着倍呢 对吧 岁数也差不少呢 是吧 你看那个郭文贵不是也有那个有人 有人不知道从哪弄出来的哈 有那个音频 他和他手下的那个女助理 叫王什么平吧 好像就王什么 王彦平叫什么 我忘了 是吧 就是老家也是河南的 也是在欧洲美国混了很多年那种 也跟他说一些 是吧 两人还啪啪啪吧 疑似啪啪啪 后来当然他们 郭文贵这方面就叫什么 叫反击 辟谣 对 说这是那个合成的 那不一定 反正 是吧 你郭文贵说过 他第一次性生活 第一次跟女人发生关系 是13岁 跟他一个表嫂 是吧 他的表嫂 然后那个就把他诱惑了 而且他14 5岁吧 就跟他现在的老婆吧 他老婆叫什么名字来着 好像忘了啊 然后那个又抽烟什么 他老婆抽烟啊 然后 他16岁就当爹了 他16岁就生了他儿子 叫郭强吧 然后没过两年又生了他的女儿 叫郭美 是吧 所以他是一个性早熟 是吧 郭文贵比较性早熟 这个性早熟的人啊 有的时候 这个人的欲望 人的能力 人的视野心 跟这个性的能力 据说有一定关系 当然有的人就一直在这个男女关系里边打转 就是天天的琢磨这点事 有的人把一部分的精力 剩余精力啊 这个叫多巴胺 叫什么 叫什么磁性激素 雄性激素 就转移到做生意上 郭文贵有可能是这样子 有可能我只能说 是吧 后来也有人说 他的那个赚钱 他的不是关过监狱吗 是吧 关过监狱 关过监狱是因为他们家可能倒腾摩托车 投机倒把 但是可能时间上和六四有所重叠 但是后来他一再说 他是为了六四而进的监狱 这个我是存疑的 当然他说他给六四捐过款 那这个那当时是很多人都捐 很多人都捐 而且很多人 你包括我 我们那会儿也上街啊 也生源学生啊 对吧 当然了 后来一开枪 谁还敢出来啊 你再出来 你命就没了 对吧 所以这是 只能说存疑 但是他说 他说他几十年就一直恨共产党 就为了什么爆料革命什么的 我觉得也有 我也存疑 我也存疑 但是可能是因为他弟弟 他不是他们家哥八个 他老七吗 他弟弟说是被警察当面射杀 可能是他弟弟拘捕 如果他弟弟 素手就擒 可能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被警察打死 而且说还不允许救 就看着他弟弟流血而死 这个也有可能 中国的警察有的挺不是东西 挺浑的 是吧 完了 确实有很多被冤杀的 被各种的 这都有可能 这都有可能 是吧 反正有一部分人对郭文贵是特别的崇拜 特别的那个什么 我不是 但是我也对他也没有什么仇恨呀 反正现在在在这个这个海外吧 就说海外包括中国大陆 这个围绕着郭文贵也分两派 一派是挺 一派是杂 是吧 我基本上你说我挺 我也挺 你说我杂 我都不杂 挺也是有限度的挺 是吧 就对他那些我认可的东西 我是支持 然后你说他那些还有好多东西 应该他说的是有点夸大 有点言过其实啊 或者无中生有 这都存在 在 在中国一个商人 你不说点瞎话 你怎么成功了 对吧 后来说跟他跟夏平 说那个 说他们俩有点什么什么关系 也难说 也难说 反正他的第一桶金怎么来的 这里边有问题 是吧 他不说 他从来不说 是吧 当然很多人后来不太在乎这事了 说实话 郭文贵从17年 一开始他爆料什么的 确实也鼓舞了很多人 其实那会儿就国内的各微信群 都在传郭文贵的东西 都在传 然后我在一个群 有一个群 他们说郭文贵在这 后来我一看 还真是 我们的群里有一个人的群名 那个微信名就叫郭文贵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郭文贵 完了我还加了一下 我想跟他加好友 我说你是不是郭文贵 17年的时候 17年初 他没理我 可能看我跟他也上不了一条船 或者像我这种人 小毛贼 小毛鹰子 小毛孩 没什么分量 可能也不愿意给他捐助 就没理我 挺有意思的 郭文贵 好多人让我聊聊郭文贵 郭文贵反正也挺有意思 有的时候也是满嘴跑舌头 就是大言不灿的说 但是他说的好多东西 其实你仔细听 有一定道理 是吧 他是确实他接触的高层的人 这个高层的富商 高官 这圈子他还是接触过 而且接触的时间不短 毕竟他做房地产的 那么大的生意 是吧 所以很多是真的 但是有些他也是说着说着 他就出流了 出流出去了 或者叫突如了 这个越说越兴奋 然后就给自己下不来了 有时候再喝点酒什么的 是吧 当然现在他的财政状况 应该是挺困难的 应该是 因为时间长了 是吧 这个他国内的资产都给他冻结了 即便有收益 也到不了他手里了 所以在国外不清楚 听说是有的法院 把他在纽约的那房产都给 都给冻结了 只能说郭文贵是个郭文贵现象吧 现象 是吧 但是他当年爆料什么的 后来的迟疑 有一段时间中断 沉默 大家也得理解他 是吧 毕竟他的家人 他的资产 他的员工 还都在中国大陆 是吧 所以你说谁是好人 是吧 人 可以随时随地的 是吧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是吧 人可以做最好的人 也可以做最坏的人 是吧 可以做多恶的事 也可以做多善的事 谁也不是绝对的 是吧 如果我有足够大的机会 是吧 足够大的诱惑 我可能也杀人放火 这个难说 谁也别用道德绑架谁 是吧 我看这些人 好吧 先聊到这了 有人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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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